这棵真奇蝴蝶兰遇上寒流一波又一波 但是它还是美丽绽放 在寒流中也增添了一丝卵液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叶子 叶子大大片的油油亮亮 叶片也很多 非常的健康 这棵是在几个月子之前 我跟朋友换来的 换来的时候 它一共有三只花梗 每一个花梗都开着花 这里开了好几朵花 另外这边这个花梗 中间这个位置 也是开了好多朵花 看得出来开个花的位置 这只花梗就开了一朵花 现在是在复花当中 它上次的花花卸掉以后 就一直这长花梗 后面呢长花苞 这次一共来了十个花苞 十个花苞现在陆续的打开 这里是三个花苞 另外这只花梗也是三个花苞 这只花梗呢就四个花苞 最先开的这一朵呢 开始卸掉 这一朵花开了大概有三个礼拜左右吧 通常呢这种真奇蝴蝶蝶蝶 它是从以前开过花的这些地方旁边直接长花苞然后开花 但是这一颗它这里长长长的一节花梗 没有长花苞更加没有开花了 三只花梗都是这样 长了一节的新花梗 再长花苞 如果是在以前旧花苞这个位置 续花苞的话 可能花苞的数量会比较少一些 然而从新花梗这样子续花苞 花苞的数量会多一些 这是前些天的样子 开着一朵花 还有九颗花苞没有打开 在一波又一波的寒流当中 欣赏这些可爱的花苞也是一种乐趣 这些花苞无惧寒流 陆续盛放 它的花瓣颜色不是统一的 你看这三个花瓣的尖端是白色 有的时候是一个或者两个花瓣的尖端是白色 有的时候是全红 但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花瓣是全白 比如这一个花瓣 它的花朵比较大 完整均匀 整体颜色是蜡质深红 比普通红色好看很多 香味也比较浓郁 同样的到手的第一时间 带着花我也把它的原有水苔拆掉了 用上木炭树皮 里面加了一丁点水苔 用了一个瓦盆把它种上了 它的叶子非常健康有弹性 但是中间叶新没有新的叶子要长出来 总体来说状态良好 关于浇水在正常的环境下 也就是天气没有寒流的时候 那我就跟它泡水 等它的质料干干的 因为它没有透明的容器看不到 那我们就用手擀 用手拎着它轻飘飘的时候 那就跟它泡水 正常情况下 我是跟它泡一个小时 然后把它拎上来 泥掉了些水 多余的水泥掉以后 然后就放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在寒流这段时间 我就跟它泡的时间比较短 大概泡15分钟 我就把它拎上来 放在一边 刚才说了浇水 现在来说如何施肥 自从它上次的花花泄掉以后 我就开始跟它施 均衡肥 也就是蛋龄甲都是20 20 20的那一种 浓度呢 是用了坚硬浓度的四分之一 一个月大概 兑好了肥料水 跟它泡两次 也是泡的一个小时以上 当然我说的 这是正常的天气情况 如果遇到寒流的话 是不能施肥的 那我等它的花苞 很明显的时候 我就停止施肥 也就是说 现在用的自来水 关于摆放的位置 之前呢 我一直是把它放在 有闪射光的地方 又能够通风的地方 但是寒流一来 我就跟它 罗了一下位置 不让寒风吹到它 上次分享了几株 带着花苞 带着花花来到我家 有的换质料了 有的没有换质料 再加上一波又一波的寒流 它们没有小花苞 依然盛放 那今天分享的这一颗呢 就是没有花环境 也是遇到一波又一波的寒流 但是它不具寒流 依然美丽绽放 寒流一波又一波 在这里祝愿你和你的花花 都健健康康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